由基督长老教会中部中会举办25周年庆的排球比赛 在水里相供盛大举行 来自中部30个教会的布农族人队伍踊跃参加 除了以球会友外 透过活动促进亲子及亲戚间的互动 也结合各部落的情感参加异议远胜比赛结果 今年扩大举办的基督长老教会中部中会排球联谊比赛 吸引中部地区39队报名参加 比赛从早上8点打到下午7点 展现布农族人对于基督长老教会的向心力 以及对于排球运动的热情 那借着中会25周年的设立 做一个扩大的一个活动 排球算在我们南投信义乡算是国球 就是只要是有什么样的庆典 都是以排球来成为一个象征 然后象征就是团结力量大 或者是象征凝聚率的部分 排球是布农族人很热衷的一项运动 每个礼拜在各部落教会都会举办相关训练和比赛 甚至在新一项已经变成无分男女老少都踊跃参加的运动 这次在中部中会扩大举办 除了以球会友 也成为各部落布农族人之间互相交流的好机会 今天中部中会办这个活动觉得说很有意义 因为大家记在一起打打球 说真的名次是不重要 主要是大家可以在一起记在一起 那我们今天总共有25间的教会在这边来 以球会友 从女孩子青年壮年到长青组都有 所以可以说是全家出动 那这里也有办理一些的青组活动 像DIY做气球等活动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一个全家来一起参加的一个活动 不仅可以健身 还可以彼此连结一些弟兄姐妹的感情 感谢神让我们所有的活动都进行的很顺利 那当然还是有一些的不足啦 但是我们可以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 让中部中会25间的教会的弟兄姐妹 透过排球凝聚我们在信仰上 在友谊上的一个精神 新一乡爱玩排球 甚至发明了一场打两颗球的比赛 尤其长青组的赛事打得相当精彩好看 最后比赛由新乡部落 得到长青组和青年组冠军 表现这位杰出 这位杰出相当精彩好看